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家这些骨头啊 说什么 我都不买 你说呢 你说怎么了 犯傻呀 没什么 你说这 这面太多 你本天也捏不上 大哥 客人到了 牛市长好 笔人赵峰 久雅您大名 赵先生好 看您家里的装饰 就知道市长是一个很有品位的人 你不是来收古董的 你说 你是干什么的 畅哥 你吓了我的客人 闭嘴 谁 那些人 平时你掩饰的已经很好了 看你的职业习惯 骗不了人家 他就你的掩饰了 牛市长好眼力 你是那边过来的吧 不知道市长说的那边是哪边 哼哼 装糊涂 你太小看我牛某了 你来找我干什么 说服我起义吗 我不知道我牛某究竟做什么了 让你们感觉我这有可能下手 是 我是和党国一些人有矛盾的 但那是我党国内部的事情 我告诉你 我不会背叛党国 看在你是我表弟朋友的面子上 又是我今天邀请你来的 我不会为难你 但如果下次 让我再碰到你 就没那么简单了 好自为之吧 我们还是少来往为秒 宋科 牛市长果然忠义 赵某佩服 只是落花有意 流水却未必有情 往市长三思 赵某改日再来拜会 告辞 德国 好啊 表哥 你跟我说老实话 你怎么跟他认识的 他就是个卖古董的 方平 你是不是被那边给策反了 表哥 我真的不是共产党 再不跟我说实话 我给你送到军阀出去 好好好好好 我说我说 我说保密局的人怎么找上门来呢 原来问题出在你这儿了 你自己瞎折腾不说 还想把我拖下水啊 你把这种人引到家里 如果保密局人知道 我们怎么死都不知道 现在山城还去讲 可是你手下掌握着 几千兄弟的姓名 和山城百姓的姓名 就凭这个 您是不是得多给自己想一条出路 怎么着 很造反啊 跟我说这个 司令 是我 对名单拿到了 好 我现在就过去 这里 不能 包括 那是 我 你的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真的是你儿子 吓死我了 刚才 怎么样 出去这么多年 也不说给妈上封信了 是我们好像 都有时候吃得不好啊 妈 你一下子问我这么多问题 我都不知道先回答你每个了 想死我了 真是想死我了 怎么到这儿来了 有任务啊 对 有任务 妈 您怎么会在牛市场家里啊 这你别问了 我来的时候政委跟我说 山城地位有个女同志正在接触牛老太太 想方设法说服她 这个人就是您吧 那咱俩工作一个兴致 妈 您记得怎么样了 怎么 还想让妈给你汇报汇报 你刚才走的时候啊 我看牛市场的脸色不好 你们谈得怎么样了 妈 我也不能跟您汇报 妈 您说咱俩是母子 有什么事情还不能及时沟通 非在您反映给您的上级 我反映给我的上级 然后领导一通气 转达给你 转达给我 何必呢 这是纪律 等我回去啊 跟上级汇报以后 看上级什么意思吧 好 妈 您现在在哪儿住着呢 生活得好不好 这你也别问了 行 这也是纪律 我提醒你啊 现在啊 他们盯牛市场盯得很紧 你要格外小心啊 您就放心吧 妈 您儿子现在已经是特务营营长了 做事会小心的 我还得提醒你 我现在的身份很特殊 也很敏感 以后啊 别像今天这样老盯着我 万一出事呢 你负责呀 好 我知道了 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妈 妈 您要是有事找我 您还是问我领导吧 宋怀甄知道麻烦来了 二儿子赵峰果然就是上级派来策犯牛市长的人 但是大儿子林孝成又正在监视牛市长 他们会碰面吗 碰面之后又会如何呢 宋怀甄实在不愿意看到他们亲兄弟刀兵相见 不行 绝对不能让他们见面 师弟 刘司长参谋长到了 请他们进来 是 雷川 明单的事怎么样呢 尽管说 吴参谋长不是外人 好 司令 名单基本落实 好 那下面就看你们两个人通力合作 不必吧 司令 这些都是跟我打拼多年的架势 我知道该怎么处理 正因为是这样 你才需要得到吴参谋长的能力 司令 位置不太明白 刘司长 你是真不明白 还是故意装糊涂 吴参谋长 我跟司令讲话 不用你来指点吧 雷川 名单上的 都是扰乱军心的人 如果放他们回家 就有可能投了工资 到时候调我头来打我们 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刘司长 司令的话 你应该听明白了 名单上的人 都是你手下的人 怕你下不了手 所以让你唱红脸 我唱白脸 到时候你把他们召集起来 说是遣返 等到了荒郊野外的 你就不用管了 交给我来处理 要干什么 你说呢 司令 这些人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可能就 党国在这个时候 经过的一个人口 只能防患于为人 我知道你不好接受 但这不是我的意思 这是上边的意思 司令 说一下告辞了 好 司令 这些弟兄 都是跟我从家相处来的 也是跟了您这么多年 如果 我怎么向他们家里交代 这件事情上 我真的也很不起来 但是没有办法 是吴参谋长往上面打的报告 没想到上面还真劈下来了 我现在保不了他们 只能提醒你一句 你可别让他抓住什么把柄 都告你怀疑的团队 魏司令已经同一样参谋长 除掉那些想离队的人 就是他偷偷往上打了个报告 才引起上面的重视 他奶奶的 我真想避了他 表哥 这些人可都是最信赖你的亲兄弟 出生入死跟了你这么多年 打日本鬼子在战场上 他们可没少力战功 表哥 你得救他们 我何尝不想 但这回 上面是派他来执行的 这鬼孙子 从来跟我是死对的 表哥 还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前几天我打听到 他也抓了我的几个兄弟 严刑拷打 愣是他们指认我是共党分子 我觉得 这不是冲我 这是冲您 谁姓吴的一日不除 我们一日不得安宁啊 您的意思是 对 但是不能我们自己动手 河院长 举边下 来 这 来 来 来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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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来 这儿 我去你去摩尾 你去摩尾 你去摩尾 我去摩尾 他们现在的嘴还挺硬 都没开口呢 据我所知 他们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 你放心 我迟早会敲开他们的嘴 只要搬到副馆 刘市长那儿 少套进来 动作要快 我刚才看见有一个人 进了牛市长的办公室 看起来像一个生意人 你知道他的底细吗 生意人 是不没这好人呢 据我的人说 最近有一个人 和牛市长来往频繁 应该是他 我想办法查清楚 事情 我想我表弟 已经告诉你了 按理说 我不应该再见到你 但是 如果这些兄弟 死在我的手里 我愧对于他们 那牛市长的意思是 此事的始作俑者 是无参照 此人阴险狡诈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我愈以除掉此人 但我守处的位置 不太好下手 不知你们 能否帮个忙 牛市长的处境 想法 赵峰心里都明白 不是赵峰不愿意帮忙 只是牛市长 现在的身份 还是我们的敌人 帮着敌人 除掉敌人的敌人 这件事情 有点讲不通吧 那你谈一个 能说得通的办法 那我就不跟牛市长 绕弯子了 现在的局势 牛市长应该看得很清楚 辽审 平津 淮海 你们几百万的精锐部队 丧失殆尽 山城这小小的弹丸之地 是不可能挡得住 我军的铁骑 看得出来 牛市长是个 爱兵爱民之人 为了山城免遭图炭 还望牛市长 能迷途知返举兵起义 做一个对我们党和人民 有用的功臣 你说让我举兵起义 拿枪对自己的人 这不可能 当年抗战 我父亲就是战死在这山城的 所以我们牛家 不可能背负叛徒的骂名 牛市长 令尊那是抵御外敌而死 可是国共之间的问题 无论如何 都是一家人自己的事 不可同日而云 现在解放军 已经攻到上海 你们曾经以为 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 还不是一夜之间溃败 牛市长 还是为自己想想退路 万一大喜难不保 事事就不要谈了 咱们说眼前的事吧 如果赵先生 并不想参与此事 那我牛某 就算自作多情了 牛市长 不是赵峰不想帮忙 实在是赵峰 要把这里的情况下 上级汇报 等待上级下一步的指示 当然 赵某一定会极力澄清 还望牛市长能了解 那好 如果事成之后 就算我牛某欠你个人情 进来 林校长拿了 他走了 请再见 林队长 里边请 林队长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我今天正好路过 好 来看看您 这位是 在下赵峰 跟牛市长切磋一下 古董生意 这是保密局的林队长 那天跟他聊聊 谈保密局啊 这搞古董可是高手 赵先生 你千万别听他这么说 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古董 不过呢 加附到真是收藏的几件瓷器 什么时候得过来看看 林兄要是真有宝贝 可千万别让赵某看见 不然赵某得天天惦记 这话还真是 我们家那几个瓦罐 就让他看上 这老太太不卖啊 这小子追的我师父 这跟我讨价还价 你说我能卖吗 看来赵兄真是一个智拙的人啊 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 打扰你们谈生意了 改日再聊 慢走啊 赵先生 林兄还没走啊 没呢 刚才碰到一个熟人聊了几句 怎么着要出去啊 我送你一程 不用了 我这几步的路走走就到 你看你客气什么的 你是牛市长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上车吧 上车吧 那谢了 赵兄这是助长的 我把你送过去 这 怎么了 不方便说吗 那倒不是 不瞒林兄啊 在下走南闯尾做生意 就好个风雅之事 说出来是怕林兄笑话 诗色性也嘛 没关系 说吧 那就前面四点五听好了 四点五听 赵兄真是一个心情中人啊 哈哈哈哈哈哈 四点五听 林兄 改日一定让兄弟我看看你们家的宝贝啊 先告辞了 小姐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段时间啊 和牛老太太接触 还没发现有什么好机会 不过 有个特殊的事情 得跟上级汇报一下 上面派下来策判牛师长的通知啊 是我小儿子 赵峰是你小儿子 这问题就复杂了 我怕他那天到家里找我 兄弟两人一见面 那我的身份可就瞒不住了 所以我想 能不能把赵峰调回去 他的事情由咱们给接手过来 这恐怕不行吧 他是部队上的人 咱只能配合 不能领导 这个事情就难办了 要是那一天 他们兄弟两人一见面 打得你死我活的 我可怎么办 真是难为你了 还有啊 既然我和赵峰 都是负责策判牛师长这个事情 你既是他的上级 也是我的上级 我和赵峰呢 在做事情的时候呢 还得兜兜转转的 怪麻烦的 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 我和他直接对接 这倒可行 还有一件事 赵峰和我说 牛师长找他了 牛师长就是想借我们党之力 把他们师父 那个参谋长给除掉 我一想 咱们要争取牛师长 可以答应他的请求 这是一个好机会啊 对 咱帮他了 就等于帮我们自己啊 队长 哥 你叫我 你马上去删成所有的股东行 问一下 为什么呀 那个叫赵峰的 问问他 有没有去过股东行 去过哪几家 跟什么人接触过 最重要的是 问问看他有没有做成交易 我着急知道结果你马上去 好 好的 好 好 我 我 好 老太太 你 你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这走路跟鬼似的 你找什么呢 我没找什么 我给你扫卫生呢 扫卫生翻我柜子干什么呀 里头有蟑螂 你先别走 我要去做饭了 一会儿小姐该回了 该晚了 待会儿再做 咱们两个聊一聊 有什么可聊的呀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 看见你翻我东西了 为什么 您多谢了 老太太 我知道 小姐喜欢你 可是这个家呢 不光你和小姐 还有我和孝成呢 平时你刁难我也就算了 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 翻我东西 这我很不舒服 也不能容忍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至于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也不追究了 但是如果下次还让我看见 我绝不容许 老太太 你这话什么意思 照你这么说 我手脚不干净了 我跟小姐都二十多年了 她们家人从来都没这么说过我 你不用这么激动 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是不是冤枉你了 我怎么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说了 我说那就是 你认识她 你轻轻还给你 既然我问我 我的孩子 妈跟你说过张婶那个事 你还记得吗 记得 怎么了 我今天又看她翻我东西了 你说这种人她干什么呀 咱们家里可不能养个贼 应该不会吧 妈你想啊 她跟兰兰这么多年 她如果手脚不干净的话 这位置应该会发现吧 早不得赶走了 反正我这是看第二次了 她在这我心里挺别扭的 要不咱考虑换个佣人吧 妈 你听我说啊 现在兰兰怀着运 咱们换个生人 我怕伺候不了她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马上跟兰兰说 让她警告张婶 不是她的东西不许帮 坚决不能帮 小姐 我冤枉啊 我这是为了你 才处处防着她的 怕她来的不正 我那天啊 我还真是发现东西了 什么意思 小姐 这话呀 我就敢跟你讲 不敢跟姑爷讲的 我那天给她打草卫生的时候 在她床上 枕头底下 就发现一本 这么厚的小说 小说 对 那有什么稀奇的呀 她认识几个字啊 她读小说啊 那本书啊 黄黄的 边翻毛了 还有外国字 画着圈儿圈儿 喳喳的 像碍鱼似的 你说我能不怀疑她吗 什么书啊 张婶又不识字 她哪知道什么书啊 反正是一外国小说 不是 问题是张婶 第二次在去的时候 这本书就没了 你说又没人动过 它怎么就没了呢 你说奇怪不奇怪 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说你们俩就是闲的 没什么事吧 每天瞎琢磨 这家里就这么大 大家清清静静 过日子不好吗 非得弄这么多事 反正我把我知道 都告诉你了 想怎么办 你自己看着办吧 妈 哎 夏成 你快来看看我写的字 宋淮珍 魏蓝 这个字念龙 你写得真好 妈 我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给我礼物啊 您看 这么厚实 我去我认那俩半字 我也看不懂啊 张婶说给您打扫房间的时候 发现您屋里有一本外国小说 我以为您能看呢 我就给您买了一本 张婶说我房间有外国小说 他怎么这么编排我呀 他是不是你那个对手 王新民派来的呀 这没影的事 他都能跟你说成这样 这万一平时咱俩俩 说的一些悄悄话 他再都给报告上去 那不是成大事了 这人 你没往心里去 你一定是他弄错了 那行 那您先写着 您去 拿走 拿走 来 让我自己看 林孝成觉得张婶和自己母亲之中 一定有一个人在撒谎 是谁呢 林孝成很想相信自己的母亲 可张婶又为什么要那样说呢 宋怀真也知道 林孝成刚才就是在试探自己 难道张婶真的看到过那篇小说吗 这个张婶一定有什么来头 宋怀真告诫自己 一定要小心了 你也知道 让你来得知 还是由于你 你是从事 你不得知 你你不得知 你不得知 不是哪篇小说的 你不得知 我还是要有什么意念 来 卖报卖报 看罗帅林五万人掀起增建车退 经济中心上海轮入几手 卖报卖报 糊了 不对吧老台军 这是六条不是九条 你这是炸糊啊 什么六条九条的 愿赌服输 糊了就是糊了 怎么的了 老太太 怎么了 身子不舒服啊 上海丢了 南京丢了 六朝古都给丢了 你说这 这国民党是干什么地啊 这是 气数到了 这蒋介石 误党误国呀 这 这么好的江山他就给毁了 不打了 就别给我赢了钱先走路了 你说点吉利话行不行啊 什么输了赢了的 不玩 不玩了 走走走走 走 要说啊 真的是挺让人生气的 太太 我正想和您商量呢 您说咱们的儿子孙子都是国民党 这共产党真的要来了的话 你说 咱们是不是得有点什么打算呢 我们牛家呀 一定跟山城共存亡 瞧您说的 您刚才可都说了 这蒋介石 误党误国 那你让咱们的儿子啊 跟着国民党一起陪葬啊 嗯 你以为共产党来了 有好果子吃啊 有好日子过呀 打土豪分天地 谁是土豪啊 你我就是 我听说 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 嗯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呀 妈 好 林老太子 回来了 她怎么又是你呀 啊 小赛 告诉你啊 我们家的古董不卖 啊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您放心吧 老太军 我就是惦记你们家宝贝 我也不敢买 今天是来跟牛市长 聊点别的事 妈 你们坐 是非老太军 我上次跟您说的没错了 落大和上海 根本就没能数几天 您现在应该对 实事有个判断了 这帮误党误国的混蛋 党国养他们 却是瞎了眼了 咱们不说这个 我已经跟上面联系了 我们可以协助你 除掉参谋长 只是我们希望做得聪明一些 赵先生 接着说 听你表弟说 保密局的林孝成 和党通局 有个叫王熙明的处长 矛盾很深 而这个参谋长 是林孝成的人 咱们可不可以利用 林孝成和王熙明的矛盾 让他们来个预报相争 王处长啊 我跟你说啊 这老太太 他老在林孝成面前 说我坏话 我不是不想立功 我不是没法坚持他了 您瞅瞅现在 他太狡猾了 我敢说 他早晚把我 从他家里撵出去啊 你说让你对付一老太太 你都没有招 我现在根本不能动会 我一动会他就出来 我跟你说 他现在呀 根本不让我进他的房间 你还能把事 办得再笨点吗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怎么办 这样 看来啊 你也多不过那老太太了 他呢 又天天和林孝成在一块 我发觉了你 一直盯着他 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动作了 你找个车 让他们俩呀 吵得再厉害点 让老太太搬出去 只要老太太落了单 我就好下手了 等他一走 你再盯着林孝成 不是 你还站这儿干嘛呀 借钱 你说你个老妈子 掉钱眼里去了是吧 党国的钱是那么好挣的吗 要有贡献 要有大贡献才行 回去吧 回去吧 把这件事办好了再说 你买个菜 你买个菜怎么买了这么长时间啊 小姐呀 你还不知道呢吗 我跟你讲啊 我刚才路过那个 嘉诚鞋店 降价呢 好多好多漂亮的鞋子 真的啊 知道你习惯鞋 我就听你看了看啊 你怎么不买两手回来啊 钱没带够嘛 再说了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子呢 我也把握不住啊 我想呢 鞋这东西啊 那还是自己试试好 算了 不说了 你怀孕呢 说了也白说 怀孕怎么了 怀孕不穿鞋啊 赶紧把东西放下 跟我走 小姐 慢点 快点 你啊 你说说老太太看见 你又买这么多的鞋 肯定得说我 说什么呀 我又没说要穿 我摆着看行不行啊 你不穿啊 你别啰嗦了 我想穿就穿 走了 来来来 哎呦 我累死了 慢点 哎呦 累死了 跑得我这脸汗 你瞅瞅 漂亮吧 好看 人家红也够看啊 怎么又买了这么多鞋呀 上次买的呢 还没穿完呢 哎呦 妈 大减价 特别合适 没忍住 真是的 瞅瞅 多好看 高跟的呀 哎呀 蓝蓝 你现在不能老穿高跟鞋 哎呦 妈 没事的 医生都说了 我现在是安全时期 不会影响到 您的宝贝孙子的 小心 这双你妆最好看 你懒得再给我看看 懒得 好好好 来 这 你听 什么声音啊 没什么声音呢 不可能 是 是挪牙吧 我看书呢 我磨什么牙 赶紧睡吧 妈 蓝蓝 快吃饭吧 我不吃了 我跟可欣约好了 我们俩喝咖啡去 又出去呀 那肯定 我买了那么多好看的鞋 我得给她显摆显摆 哎呀妈呀 小姐 这怎么了这是 老太太 这就是你的不是的吗 怎么了 你还问怎么了呢 你看看 您不让小姐穿高跟鞋 人家就不穿 您看你怎么又给拒了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您说怎么回事啊 你看看 这家里谁还能干这档子事啊 上次啊 把人小姐的鞋就给拒了 这刚买新鞋 您又给拒了 这不是我拒的 妈 这个家里头什么事不听你的 你就受不了是吗 你当初把我从娘家接回来的时候 你都答应我什么了呀 蓝蓝 你别激动 再伤着孩子 你眼里只有你的宝贝孙子是吧 我回娘家安心养胎 你放心了吧 眼不见心不烦 您不用那么气我 蓝蓝 蓝蓝你听我说 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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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蓝咱不闹了行吗 是我闹吗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真的不是我干的 妈 你别让我觉得好像是我冤枉了你一样 我要是真冤枉了你 等孝春回来 你可以跟她说 跟她告状去 张婶 这事是你干的吧 老太太天底良心的 我昨天晚上我亲眼看见你 你起了一次夜 小姐我跟你说啊 我是个下人 可她不能往我身上泼脏水 张婶你别说这么多了 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 我心里明白 你也别说那么多了 赶紧打电话 让我爸派车过来 等等 这可是小姐吩咐的 张婶啊 你这个人也太能挑事了 你不就是蓝蓝的一个奶娘吗 你看看在家里头 惹事生非 弄到家里鸡飞狗跳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